这期影片会手把手的带你去创建你的YouTube频道 并且会告诉你很多人在建立频道的时候 都忽略的频道优化设置 让你频道在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获得最大流量 Hi 我是 Grayson 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一支网络创业内容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随到寄的订阅频道 这还特别为新手创造者准备了一份YouTube新手成功宝典 他会从不同的方面去告诉你如果成功进一个YouTube频道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的领取 首先想要创建YouTube频道你必须要一个谷歌账户 如果你还没有谷歌账户你可以搜索Google account 然后选择这里 在这里面就可以开始创建你的谷歌账户了 你需要输轮姓名 然后需要输轮你的基本信息 然后会让你选择一个Gmail的地址 这里面他会推荐给你两个 或者说你可以自行建立你的Gmail地址 比如说我选择自行建立我的Gmail地址 你可以在这里面使用英文字母数字或者半信句号 接下来叫创建的密码 他这里面建议的就是你可以混用字母数字或者符号 这样你安全长度就会更高 接下来会让你选择去新增一个备源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样做的作用就是 如果你账户出现异常活动或者是无法登录账户 那么Google就可以透露这地址去和你联络 你可以选择现在填路或者是暂时的略过 之后再添加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一步就是你可以新增的电话号码 这也是保护你账户的一个措施 你也可以选择现在添加或者是暂时的略过这一步 在之后再添加也是可以的 然后在这一步需要你同意隐私权与条款 在你浏览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底下的我同意 这样就成功的注册了一个Google账户了 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个YouTube频道 你是可以在同一个Google账户里面去创建多个YouTube频道的 我可以来到YouTube手艺上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我头像 然后选择设定选项 然后选择这个新增或者管理你的频道 这里面你可以添加建立频道 这样就可以在同一个账户里面去添加多个频道了 当你没有登录到你Google账户的时候 你可以来到YouTube手艺上面 然后点击右上角登录 这里面去输入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先登录到我账户里面了 然后点击右上角在头像 然后选择建立频道 这里面你首先需要上传你的相片作为你频道头像 你可以选择这个上传相片 上传一张相片之后选择完成 上传好你的相片作为我的频道头像 然后需要输入一个频道名称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想要的频道名字 这个频道名称也是能够在之后进行修改的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账号代码 这会根据你的频道名称进行改变 别人想要提醒你频道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的输入个at 然后是你频道的代码 在完成之后就可以选择这个建立频道了 像我进入到我频道里面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 你需要选择右上角这个自定频道 这里面我就进入到了YouTube的工作室里面 YouTube的工作室能够提供很多的数据 最新的消息 还有你频道的发展情况 我们选择继续 这里面会有三个选项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版面设置 你可以添加两类的影片 一个就是专门为还没有订阅你的观众 提供的频道宣传短片 还有一个就是专门为回访的订阅者 精选的影片 在你还没有影片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管它 然后底下有精选版面 这里面在你有影片的时候 就可以添加不同的版面 像是短片版面 影片版面 或者是你可以新增其他的版面 这里面像是有热门影片 直播中的影片 单一的播放列表 单一的播放清单 多份播放清单等等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频道的版面配置 我在这里面添加了很多精选版面 主要是包含了很多个单一的播放清单 这样观众来到我频道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频道里面的影片是很丰富的 并且已经归类为了不同的主题 他们能够非常快速的找到他们想要看的影片 接下来第二个选择就是品牌宣传 刚才我们已经上传了我们频道照片了 接下来就上传的就是频道的横幅图片 频道的横幅图片就是这个图片 观众来到你的频道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频道的横幅图片 所以这频道的横幅图片 你需要展示一下你频道里面的主要内容 会告诉观众什么样的信息 能够提供给观众什么的价值 这里YouTube建议的就是 频道图的尺寸至少是2048x1152相数 并且大小在6MB内 会把频道图的设计教程去放到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参考去做出你频道的封面图 这里我就上传了频道的横幅图片了 接下来你还需要添加影片的浮水印 影片的浮水印是出现在影片的右下角的 它其实是一个订阅的按钮 观众可以点击这个标志去订阅你的频道 我也会把影片浮水印的制作教程去放到影片的下方 你可以跟着这教程去做出你的影片浮水印 上传了一个影片的浮水印 这里面你还可以选择这个显示的时间 你可以选择只显示在影片的结尾 或者是自定开始的时间 还有就是整部影片 这里我推荐大家就选择整部影片 这样观众在任何时候观看影片的时候 都能够点击这个影片的水印 再往右我们需要选择这个基本资讯 这里面会显示你的名称 你也是能够更改你的名称的 你对频道的名称还有显示的图片所做的任何变更 是只会套用到你的YouTube频道里面的 并不会影响你本身的Google账户 并且在14天内 你只能够更改你频道的名称两次 然后底下就是你的账号代码 也是在14天内只能够更改两次 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下你频道的说明 这个说明就主要是介绍你的频道 希望观众了解一下 你这频道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频道的简介 我会介绍一下我频道 这个频道里面会提供什么样的信息 能够帮助到观众什么 在频道的说明里面 你可以添加不同的语言 如果你频道针对观众 他们说的语言有不一样的 或者是你频道里面内容是多语言内容的 就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去新增不同的语言 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原始的语言 然后之后是选择翻译语言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很多的语言 然后底下就是你的频道的网址 不过现在大多数使用这样的网址 就是有添加你的账户代码的 接下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新增链接 这个链接会出现在你频道头像的这边 观众可以快速的点击这些链接 也可以查看其他的链接 当观众想要查看到所有链接的时候 就会来到你频道的剪接页面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选项 我可以选择这个新增链接 这里面输入链接的名签 然后输入链接的网址就可以了 然后在底下你可以输入一下你的联络资讯 可以方便观众去联系你 这就是你专门用来联系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里所有都完成之后可以选择这个发布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设置完的频道 接下来展示给你最重要的频道优化设计 不过在此之前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需要能做个影片点个赞 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还有支持 我们还是回到YouTube的工作室里面 然后选这个设定选项 首先一般选项底下你可以选择一个预设的匹别单位 这个就是在你有广告收入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广告收入是以什么样的匹别单位进展示的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美金 它就是以美金的形式进展示的 然后第一个选项就是频道 你可以选择你居住的国家或地区 这个选择并不会影响你能够触及到更多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观众 你就老实的写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就可以了 然后你需要添加频道的关键字 这个就可以是一些关于你频道的一些关键字 你频道是讲什么样的内容的 能够提论给观众什么样的价值 当你输入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你可以按住逗号 这个时候它就会确认这是一个关键字 然后你可以再输入其他的关键字 接下来可以选择进阶设定 这里面会让你确定一下你的目标观众 如果你频道是儿童专属的 你只要告诉YouTube你的频道是儿童专属的 如果不是 你就可以选择不是儿童专属 或者说你想针对每部影片进行个别的设定 然后在底下会有自动产生字幕的功能 你可以勾选是否要让YouTube不要显示疑似不当的字词 因为YouTube能够自动的产生字幕 但是它不是完全正确的 有时候会有错误 我想避免一下YouTube会产生一些疑似不当的字词 导致YouTube有误判 会给你影片进行黄标等等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不要显示不当的字词 然后是剪辑片段 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允许观众去栽录的内容 这个剪辑片段的功能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来到你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这有个剪辑片段 观众可以从你这部影片里面 去剪辑5到60秒的影片片段 然后分享给其他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能够让观众去分享的影片 让其他人看到你影片 这样就可以为你影片带来更多流量了 再来就是功能使用资格 这功能真的非常重要 它有三种级别的功能 最开始的就是标准功能 在你创建好频道之后 这功能就启动了 当你启动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就可以上传影片 建立播放列表 在播放清单里面去新增协作者 在现有的播放清单里面去新增影片 它的使用条件就是 你目前没有未解除的社群规范警告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阶的功能 它的使用条件是 你已经开启了标准功能 并且有验证你的电话号码 当你开启中阶功能之后 你就可以上传长度超过15分钟的影片 你可以上传自定的缩图 你可以开始YouTube直播了 然后就是高阶的功能 在你开启了标准功能 中阶功能之后 你还需要具备以下的另一个项目 你需要上传验证影片 或者是上传有效的身份证件 又或者是你频道有稳定的活动记录 如果要上传验证影片 你只要看着手机的镜头 并且依照系统提示去做出动作 例如说往上或者往下看 就能够快速开启这个进阶功能了 如果想通过使用有效的身份证件 你可以拍一下你有效的身份证件 比如说你护照、驾照 就能够快速开启这个功能 如果你频道符合了YouTube的社群规范 并且有两个月的活跃记录 也是能够开启这个功能的 在你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 你就能够针对content ID声明提出申诉 并且每天可以进行更多次的直播 每天可以上传更多的影片 并且你可以建立更多的YouTube Shorts 可以嵌录直播影片 并且可以在说明栏里面 去添加外部的链接 你也可以申请启用盈利的功能 这功能非常的重要 并且你可以看到 你不需要任何的订阅数 就能开启所有这些功能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开启这些所有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预设上传设定 在这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下 你每部影片都需要加入的信息 通常来说我也添加一些默认的信息 在我的说明栏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的很多链接 像是我的课程 我推荐的工具 我自己使用的设备 我推荐的影片等等 我都会放到这里 这是我每一部影片都要展示的 然后就是要选择浏览权限 这里我建议大家选择不公开 假如你选择公开了 你影片一旦上传之后 就会立马公开 让所有人看见 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条件 所以建议大家 可以先选择不公开 在你做完所有的设置 所有的调整之后 再安排一个发布影片的时间 这样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添加你每部影片 都会使用到的标签 在这里面就可以添加了 接下来就是进阶设定 你可以选择是否要允许YouTube 去帮助你建立章节 通常来说 我是不建议大家 去选择这个自动建立章节的功能的 因为你不能够保证 YouTube能够完全理解内容 我建议大家还是手动的去创建章节 所谓的章节功能就是 你可以看到 我的影片被分成了一段一段的 每一段就是每一个章节 观众可以快速的跳入一个章节 去浏览那个影片的内容 想要建立章节 你需要做的格式就是 从0.00开始 然后给这章节添加个命名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底下是YouTube的授权设定 一般来说我们就选择这个 标准的YouTube授权 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你频道的类别 你选择一个最相近的频道类别就可以了 然后是语言还有字幕认证 就可以选择你影片的语言 比如说我影片的语言都是中文的繁体 我就选择中文繁体 然后字幕认证通常我是选择5的 然后影片的标题还有语言也是中文繁体 我选择中文繁体 然后这里面有留言选项 通常我选的就是这个 疑似含有不当的内容留言 并需要经过审核才能够发布 并且会提高严格程度 就能够更好地规范我的评论群 在你建立好你频道 做好频道事实之后 就可以开始上传的影片了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也会告诉你 如果证据上传一部YouTube影片 并且告诉你 在你上传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才能够让你影片 在发布之后 去获得最大流量 如果你觉得 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这部影片 点个赞 一定要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聊天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IG 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那么下期面再见 拜拜